你是否会有这样的情况 你见到了一个妹子 她好单纯 好不做作 你好喜欢 然而你们素不相识 只是你面临了一个问题 你要怎样要得谈联系方式呢 首先问妹子要联系方式的时候 你一定要 落落大方 不要畏畏缩缩 神情尴尬 搞得像下一秒就要戳好心 开衣服问一句 棒哟 片子要吧片子 次 开门见山的方法 在没有颜值的情况下 不要轻易尝试 你上次就问人家 你好 请问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 哦我的老伙计 说不定他就把现男友的前女友 前男友的现女友的号码给你了呢 最后 以真情外大冒险为借口 要号码的都是怂逼 大哥 你是不尴尬的 可人姑娘多尴尬啊 你怎么拿我闹着玩呢 其实想要成功很简单 你就差我这一个视频了 第一种假装四周拍风景型 是用于各类景点 慢展 让妹子千千万学会拍照 留一半 可见拍照技术是多么的人皮 所以本条需要你一个单反 或者用一部手机 以及拍照技术 你就可以假装四周拍风景 假装 哎呀 不小心把人姑娘给拍进去 没急了 没有急了 赶紧的姑娘跟情道歉 不好意思打扰我了 我刚拍照的时候不小心拍到你 我觉得挺好看的 你要吗 不如加微信网上我晚上可以发给你 记住是风景照或者其他照片 而不是你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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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自拍照 谢谢 第二种 微信扫码性 适用于各地铁公交车站 适用于广场 在地铁站或者地铁车厢里 经常游走着这样一群人 她们服装得体 笑容亲切 娴熟地在人群中穿索 直到走到你身旁 扶下身 这个美女能帮忙扫一下二维码 关注一下吗 扫码有讲了哦 其实扫码送的那些小朋友 根本不值钱 拿着还累赘 所以答应扫码的都是小天使 而你要坚信自己看上的这个女孩子 就是小天使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微信二维码 走上前微笑着问 小姐请问可以扫一下二维码 关注一下吗 一扫即可添加好友 开始套路 第三种 霸道总才行 你看上了一个女人 你要得到她 你走过去 多过她手里手机 她喊出枪手机啦 这些你训练不及 眼耳盗铃耳响 叮当人不让知识 输入你的手机号 强东邪美一笑 女人 我要你今晚打给我 学会了吗 不要问我解锁密码怎么办 你为霸道总裁 没有扩拆 第四种 撞车负责型 适用于各停车场 记得趁她不在车里的时候 轻微地蹭掉她一点车上的油漆 并且 留下纸条 写上自己的电话号码 那她一定会打给你 第五种 宠物杀手型 适用于各公园网络平台 在如今这个人不如宠物的时代 如果你是一名光荣的宠物奴仆 那么你的主子 将是你撩没路上的一干利器 比如被你家主子牵出去溜的时候 你的灰头率将达到百分之两百 虽然看的不是你 但这不重要 你会有很多小姑娘主动来与你搭讪 虽然聊的不是你 但这也不重要 只要你身边带着门宠 你就可以跟姑娘说 嗯 你喜欢叉叉吗 我的叉叉 想认识你的 哦 看在这些小可爱的份上 有哪个姑娘会拒绝呢 六种 借钱还钱型 适用于各类场合 对不起 我今天出门忘带现金了 请问可以借我钱 然后我微信或者收拾宝还给你吗 第七种 学霸型 适用于校园图书馆 这二题你会吗 不会 那我教你啊 你教我QQ呗 包学包会 怎么样 你们是否已经学会这些小技巧呢 人生如戏 全靠演技 演技不够 套路走 那我是呱呱 只能帮你到这儿咯 期待大家下一期视频的时候 已经成功添加对方为好友 并且开始套路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个视频 或者觉得有意思有用的话呢 也请拜托多多分享 爱你们 拜拜 下期再见 你好请问 又我删了吧 不可以 关 cí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